大家好,我是Norman 平時聽別人說在家玩VR就聽得多 VR電競你有聽過沒有? 現在在我身後這部VARBOSS 就是結合了電競和射擊要素的遊戲 事不宜遲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看到VARBOSS其實就像一部街機一樣 它的配件很簡單 有一支手槍和一個VR眼鏡 大家知道戴上兩樣設備之後 就可以連同手機,就可以開始打遊戲了 大家戴好VR眼鏡和手槍之後 就可以直接開球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開槍的時候 這支槍是有一個震動的 讓你看到一來就像槍遊戲一樣 而且這支槍是真的聚手的 感覺其實就偏向我們平時玩的氣槍 現在這個VARBOSS就有數款遊戲 這款是第一款來的 之後就會陸續開啟 這個VARBOSS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它有一個賣點 就是賣它玩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暈倒 我們就現在 要 對了 那 打頭可能會有些傷 打身就會有三分 那就 繼續這樣打 我們現在就試試看看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畫面 因為我看第一身玩 這個畫面其實也偏漂亮 那我就不能打到人字 那就要慢慢來看 他們夾著人字 因為打中人字會扣分 其實也挺難的 好 那我就打完一圈了 打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在畫面上面看到一個分數 都可以有寫的 那我就拿到296分了 那我們剛剛就試玩了一個VARBOSS 那其實呢 初玩下去呢 有個跟平時玩的VR感覺不同 就是一來 其實它解像度都算高的 就是你看上去的東西不會起格 好像很假 那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它玩下去的感覺就很真實 就是例如可能是它的手槍有重量 你射內的槍會有一個後座力會震 那就是玩下去就更加像一個 你真的拿著一支氣槍可能在射靶 那這樣量身度是挺高的 VARBOSS就會在5月23號開始 就會在旺角CGA那裡有得玩 那收費就大概20元一鋪 那之後陸續都會可能會有一些比賽 會有一些聯賽或者會有更多遊戲 有興趣就不妨自己去玩一下